全油管最快新闻 消息指出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彩礼纠纷发布了相关规定 明确了禁止以彩礼为民所取财物 并完善了彩礼返还原则 最近北京法院判决了一起离婚彩礼纠纷案 要求退还一半的彩礼 另外一起情侣之间的微信赠与接待案也引起了法院的关注 根据法院的裁决 微信红包属于赠与不需要返还 而微信转账被认定为借款 这些案例在彩礼和赠与借贷方面提供了参考 彩礼数额的返还因结合双方生活期限 彩礼数额等因素进行量化裁决 维维护社会稳定提供了友谊参考 订阅新闻急速的最先知小天下士